中职连续10年维持4对规模 对战组合只有6种缺乏新鲜感 对票房带来考验图联合报戏资料照片分享 中职至今只有4对 对战组合变化少 去年球季240场球季赛不到132万人观战 和前年近141万人次相较 负成长超过6% 向来颇有人气的中信兄弟队 主场观众人数一口气掉了22% 更是4对最多 7票机效应大减 中职从2009年缩成4对后 票房最低潮出现在2012年 整计只有583805人进场观战 单场平均2433人次 2013年至今连续5季至少都有122万人以上 13年接近146万人 单场平均6079人 也是基1992年6878人后 世上第二次平均数破6000人次 中职开打28年来 从未出现单季观众平均数破7000大关 尽管最近5个球季总观众人数都破百万 但出现停滞现象也是事实 今年维持4队规模 对各队票房人士极大考验 过去最风光7队交手时 对战组合多达21种 就算6队也有15种 目前4队再怎么变化 就是6种 不少教练球员觉得打起来有些单调 两队常常本周打完系列战 下周又是相同系码 球迷重复观战的兴趣不大 中职各队迎接新球季 最大变化就是富邦和将对手 次实施全新庄主场 把60场主场比赛全安排在新庄球场 也是继Lamago桃园队 从2011年起连续7年固定在桃园球场出赛后 第二支真正落实主场政策的球队 今年继赛240场 至少已有160场在桃园 新庄台中周季球进行 原队和将相争双倍和桃园地盘 两个主场相距持有33公里左右 如何吸引更多球迷捧场 是新球季的焦点话题 1.2.3.3.4.2.5.3.4.5.3.1